8月15去唱K结账 有个500块钱的问题 我小孩也就比较大声一点 那个经历就有点生气了 就手指起来 我就把我儿子就带到车里了 后来他一飞儿 他也解决好了 他就跑到车里 跟我小孩也是这样说 这些地方不能这样 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样子说 这样说其实也没什么 我小孩也就天天也过了 我们就开回家了 开回家以后 我就进出玩烧水 他就也是 这件事情就教训我小孩 就一拳打过去 就打到我小孩的脸颊 这一块地方 孩子多大 21岁了 我小孩子没想到他会打他 嘴角流血了 那我小孩就也还手了 因为毕竟21岁了 他肯定他就还手了 还手了 他就直接把他掐着脖子 压在沙发上 我就拼命就把他们拉开 我就把他给拉住的时候 他就把我甩出去 我爬起来去拉他 他还把我甩出去 正好有个姐姐在我家里住着 我就跟人叫他出来 把我儿子拉到房间里去 就把他们隔开 他就拿了把刀在那里砍门 砍门 他经常拿了一把菜刀砍 那菜刀砍断了 他又跑去拿了一把砍果头的刀 那个一刀刀这样逗下去 他在外面骂 我小孩在里面天才就要出来 我就实在没办法 我就跟我小孩说 我说那假如你今天出去的话 我就从15楼跳下去 你想赶快制止这一切 对 后来看累了吧应该 他就躺在沙发上 在确认他睡早的时候 我就把小孩给他们给送出去 我怕他醒过来还会失控 我只能说我记起来的事 因为那天我酒的确喝多了 喝断片 也喝了酒是吧 我那天是喝断片了 又断片了 所以我跟你说呢 我要是清醒干这个事 我都不用来你们这里 因为那天是这样的 孩子跟大堂经理吵起来了以后呢 那我就把小孩拦下来 在车上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不能这样做 他说车上孩子也没说什么 我这酒精开始上来 我也不知道孩子说没说了 我真记不住了 然后回到家里 那个时候酒精已经上来 我真就记不住了 我光照跟孩子在争吵 后来什么事 为什么打起来 我记得了 包括拿刀什么的 还是我那句话吧 断了片了 你只能断片人理解 我只能这样说 等到他中午睡醒了 他就走到我身边 坐在我床头 我真的那时候好吵大哭 我跟他说我到底做出了什么 你要这样对我 十年前这样子 十年后还是这样子 我说我叫他放我一条生路 我们分开 他不同意分开 去年八月十五就发生这个事情 一直到现在 这中间呢 我想呢过个十天半个月 等他气消再谈呗 那回来再跟他谈 他还是这样不理你 如果我是清醒的时候 做这些事情 那证明我不对 我做一个继父来说 对孩子可能心里边 存着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是不是 因为结合的家庭 但是我对孩子怎么样 我对他的孩子 比对我孩子还亲 因为我孩子在西安的 这么多年一直在西安 我们身边就是他的孩子 他孩子从上小学三年级 我们俩认识 到现在这么多年 你是说从情感上 我也不可能会 对啊 我对孩子怎么样 培训班培训 他不能天天去 那都是我带着孩子 送孩子去 等孩子 培训班再领孩子回来 对不对 平常孩子在家里 我在家里做饭 也是我给孩子做 我们俩吃嘛 所以李先生会觉得 我平常或者说 一直以来 我对孩子有这么多的好 从来没有过 就这么一次 我们这么多年 只是那天喝醉 爆发那一次 第二天中午 我不就跟他 赴一道歉嘛 发微信嘛 我说叔叔错了 叔叔酒喝多了 孩子有反应吗 没有啊 没有回你的 没有啊 孩子不回 是因为他爸呀 他爸不让孩子回我呀 自从那一次以后 我其实 我都不敢回那个家 看到那门 我都怕 有时候 一直在心里在想 万一那天姐姐没在 我们两个都可能 不行了 我那天晚上 他用刀砍的时候 我就 对他已经死了心了 已经彻底死心了 因为触碰了我的底线 我现在就是无法面对 他 面对我自己 面对我孩子 周女士 周女士心有余悸 李先生的疯狂举动 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醉酒之后 情绪失控的李先生 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让周女士深感不安 当下 李先生诚恳地认错态度 又让他将信将疑 加上之前的房产归属问题 还没有解决 周女士虽然提出了分手 但态度依旧有些摇摆不定 那么 双方矛盾的核心焦点 到底在哪里 他们最终该何去何从